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 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 这是塔里芒格的名言 如果你真正掌握了这句话的内涵 所蕴藏着的思维方式 逆向思维 那么超越大部分的普通人 绝对不是问题 想理解逆向思维的独到之处 我们得先了解什么是正向思维 那所谓的正和逆 实际上都是我们人为去定义的 就像路一样 多数人都在走的路 我们叫做正道 少有人走的路 我们便叫他小道 或者叫他弯门邪道 那思维也是同样 我们多数人惯用的思维方式便是正向思维 我们把不惯用的思维便称之为内向思维 所以内向思维的核心特征就是打破常规 无论是思考的方向 立场还是目的 都可以是反着的 我们通常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用已知的条件去推导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你绞尽脑汁也很难想到一个方案 一个原因是 因为你的经验不足 导致没有足够的已知条件 这个很致命 即便你有再多的思维方式也无效 因为思考的本质就是一个调取经验 进行推理的过程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 你实际上拥有很多相匹配的经验 但是你无法从你的大脑当中 把它调取出来 因为你陷入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 你是知道的 那如果反过来思考 如何得到二这个结果 可能就有无数个答案了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说一个富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 在沙漠当中各骑一匹马比赛 比的不是快 而是比谁的马 更慢的能够达到目的地 常规思维就是在自己的马身上想办法 那如何让自己的马跑得更慢 这有很多的办法 但是比慢何时是个头呢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我的马比你的马慢 也就意味着 只要让你的马比我的马快就可以 那于是其中一个聪明的儿子 趁对方不注意 骑上对方的马 全速奔跑到了终点 最终赢得了比赛 你想在一件事情上取得成功 那不妨想一想 你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一败涂地 比如说你想减肥 那就把能够让你肥胖的所有的事情 都罗列出来 你只需要避开这些 基本上就能够成功 你想管理好一个团队 那你只需要想想 如何做才能彻底的毁掉一个团队就可以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 不做错事实际上已经胜过了绝大部分人 因为多数情况下 多数人都不是自己思维的受益者 反而是自己思维的牺牲品 我们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来源 很多时候恰恰是自己的思维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思维方式只是工具 不是我们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思维的上限 是我们所掌握的有效经验和背景知识 一味的去追求随方式的多样性 忽略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最终还是会竹篮打手一场空